南方的就是香港隊的徐淑琦 南方就是南韓的鄭浦經 鄭浦經其實內後不小 2014年仁川亞運拿銅牌 另外就是李約奧運 2016年李約奧運拿銀牌 2017年台北的世大運 都是拿銅牌 香港隊徐淑琦的經驗都很豐富 他都經常出外比賽 但是對著一個這麼高水平的選手 相對是弱一點 看看他的發揮 大家今天的狀態如何 現在大家都在搶衣服 想先拿一個控制 如果好像在下盤 看到那個結實度 鄭浦經好像比較結實 是,沒錯 現在大家都彎下腰去做勾腳的動作 其實雙方都不理 裁判會判罰 因為這個位置是一個不太有利進攻的位置 只是一個極度防守的位置 好了,捲進的背褲頭 已經拿了一棒 捲進的背褲頭 動作相當快 對 你看到他背了一層背褲 一邊捲出去的時候 把徐淑琦的背褲捲到地上 還有很精彩地 所以在這裡 鄭浦經就贏到這項比賽的金牌 至於銀牌就是徐淑琦 恭喜徐淑琦 為香港爭取到一面銀牌 的確看回剛才 鄭浦經這一下動作 是 這個所謂捲進 人真的會捲進去 對 現在這個動作在韓國很流行 流行 對 很多韓國選手都打這個招式 有沒有原因 其實沒有特別原因 只不過是一個 或是